第1581章戒刀 天武宗古盛的提议 并没有任何人有意义 毕竟像这样的大事情 的确需要投票来解决 没人可以擅自做决定 只是越久对这次的投票并没有多少在意 因为他知道不可能通过 因为这次的投票和之前的投票不同 这次的投票是议员们的投票 只有那七位古盛有投票权 他们这些人只能淡瞪眼看着 这就是古盛的权利 也是顶尖圣地的权利 欲久眯着眼睛 看着不远处的七位古盛 眼中蕴含一丝野心 等他成为古盛之后 也有资格成为一员了 到时候 他才能在圣地联盟内掌握一点的话语权 不过 这个时间有些长 他的本尊想要晋升古盛 即便是有时间加速大阵的帮助 那也得耗费一万年才行 除非他能够让时间加速大阵升级 让你们的时间加速一万倍 和时光塔一样 如此一来 只需要一千年的时间 他的本尊就能成古盛了 这时间可是足足缩短到了十分之一 一千年 对于圣人们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长 这点时间 叶星辰还能等得起 只是时间加速大阵不太好升级 叶星辰和五毛鸡研究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 简然 他们在时空一道上的成就 还是有限的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 叶星辰也早就搞清楚了 他和五毛鸡两个 五毛鸡的阵法知识已经足够了 但缺少对时空一道的领悟 五毛鸡的实力有限 对时空一道的了解还不如叶星辰 而叶星辰因为修炼了终极剑道 未能成胜 在时空一道上也陷入了瓶颈 除非等到叶星辰成胜 或许他们联手 就能让时间加速大阵加速到一万倍了 这一点让叶星辰很苦恼 因为他无法成胜 他现在想要成胜 得融入超越真神兵等级的材料才行 这种等级的天才地宝 混沌大陆估计没有 只有混沌界才有 叶星辰目前能做的 也只能继续修炼混沌霸体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以肉身成真神 飞升混沌界 或许 我该去找一找时光古圣了 叶九心中暗暗想到 那位时光古圣能够炼制出时光塔 可见在时空一道上面已经走到了极致 如果向他请教 再加上五毛鸡的阵法知识 那就足够了 毕竟炼制时光塔的难度可比布置阵法难多了 他们只是布置阵法 有无毛鸡的阵法知识 足够了 又不是再炼制一件时光塔 那他们可没有那个本事 不过 据叶九所知 这位时光古圣乃是九皇子的师尊 他帮助十七皇子压倒了九皇子 更是帮助十七皇子完成了晋升储君的任务 怎么看他都和九皇子成死敌了 那九皇子的师尊 时光古圣会帮助他吗 毕竟觉得几乎不可能 不过 毕竟还是想去试一试 万一成功了呢 那可是能够缩短本尊晋升古圣的十倍时间啊 毕竟准备回去的时候就跟本尊提议 派一具分身去帝都找时光古圣 以他现在的身份也足够有资格求见时光古圣了 在叶九想着怎么面对时光古圣的时候 投票已经结束了 毫无悬念的一场投票最终以4比3结束 七个古圣 只有三个古圣是支持补天教的 所以提议无效 不过 这也让叶九有些惊讶 他本以为只有战胜一个人的投票呢 却没想到居然还有两个古圣支持他 一九可不认识这些古圣 那两个古圣估计是支持战胜的 从这一点就看得出 战胜在圣地联盟的权力有多大 一九甚至看到仁虚宗古圣的脸都黑了 显然 他尽管推翻了战胜的提议 但也没什么好心情 因为他明白 这次的提议 完全是战胜在向他展示自己的肌肉 不光是仁虚宗的古圣看明白了 周围的众上也都看明白了 战胜已经拉拢住了两位古圣 如果再多一个古圣 那么战胜就能够彻底掌控中央神国的圣地联盟了 瞬间 周围的圣人们 在对待战胜宗的圣人时 显得更加热情了 而那七位古圣之中 个人的神色也不一样 仁虚宗古圣脸色阴沉 显然心情不太好 天武宗的古圣面色凝重 深深凝视着战胜 他终于知道自己小看了这位战胜 其他几位古圣 也是面色不一 各自看来看去 因为是不记名的投票 所以没人知道他们当中是哪两个人和战胜结盟了 这才是他们担心的事情 为之才最可怕 哎 四比三 抱歉了 叶教主 战胜没有理会其他的古圣 他转头一脸歉意的对叶九说道 叶九深深看了一眼战胜 随即抱拳道 前辈能够帮助晚辈向联盟提议 晚辈已经很感激了 叶九现在对这位战胜真是刮目相看了 对方看起来很豪爽 但实则诚服很深 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叶九心中隐隐保留了一份警惕 虽然他现在跟战胜宗交好 跟侯元武交好 但战胜宗真正掌权的 还是这位战胜 他可以确定侯元武不会跟他翻脸 但却无法保证这位战胜会不跟他翻脸 所以 还是谨慎点好 对方这次只是借他为刀 警告了一下人虚宗的古圣 虽然这对他没什么伤害 但毕竟是利用了他 这让叶九心中很不爽 诸位谁还有提议吗 天武宗的古圣深吸一口气 打断了众人的沉思 他朗声说道 如果没有提议的话 大家就各自交流吧 天武宗的古圣似乎没什么心情在主持盟会了 说完便走了 众人对此也有些理解 因为今天是天武宗主持盟会 按道理是该这位天武宗的古圣出风头才对 结果却是被战胜给抢走了风头 再加上战胜展露出来的肌肉 也让天武宗的古圣心惊 所以没什么心情再留下来了 至于另外几位古圣 包括战胜 也都各自离去 他们可没必要和这些大圣 小圣交流 能够成为古圣 他们无论是实力 还是经验 都远超众圣 能够有资格跟他们交流的 也就同样是一些古圣才行 所以 这种交流会 古圣们都很少参加 都是一群大圣 和小圣在互相交流 第1582章一纸契约 随着七位古圣的离去 圣人风上的圣人们全都松了口气 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 简然 尽管大家都是圣人 但跟古圣待在一起 他们感到压力太大了 要知道这些古圣不光是实力 比他们强大许多 活的岁月更是比他们多得多 甚至在这些古圣成为古圣的时候 在场的很多圣人都还没有出世呢 正因为年岁很大 所以他们才被称为古圣 像天上宫星那么大的年纪 都只能算是年轻的古圣 而像战圣天武宗古圣这些人 活得的时间就更加无法公量了 甚至在石王天宫存在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成为古圣了 所以众圣都不愿意和这些古圣待在一起 因为他们总觉得在这些古圣面前 自己就跟不设防的孩子一样 会被对方看得透透彻彻 这种感觉很不好 一九若非心境强大 媲美 甚至超过这些古圣 不然他也会感到压力的 叶兄 叶兄在众圣互相交流的时候 侯元武一脸歉意的飞了过来 叶兄 抱歉 老祖的提议我根本不知晓 侯元武向叶九道歉 他也没想到战圣会突然帮助补天教提议 不过 他也不是白痴 很快就知晓了战圣的用意 对于战圣利用了一次补天教 侯元武感到很生气 但也很无奈 毕竟战圣的所作所为对他们战圣终有利 而且战圣还是他的长辈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怪罪战圣 侯兄说笑了 我很感激战圣前辈 至少他这次的努力没有白费 只要我们再多争取一位古圣的帮助 那提议就能够通过了 叶九笑着说道 他知道这不关侯元武的事情 自然不会怪罪侯元武 而且除了被战圣利用有些不爽之外 其实他们补天教也的确并没有吃亏 甚至因为战圣显露了实力 也令得跟战圣宗交好的补天教获利 至少以后有人在得罪补天教的时候 就会考虑一下战圣宗态度了 多谢叶兄能够理解 侯元武对叶九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叶九肯定心里生气 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不在意的 讲到此处 侯元武心里有些歉疚 他和叶星辰相识 基本上都是在拿叶星辰的好处 到头来战圣还要利用一下补天教 这让他情何以堪 侯元武打定主意 回去一定要找战圣说下 尽量再拉拢一位古圣 通过补天教的提议 借助联盟的力量对抗血衣神教 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毕竟 以叶星辰现在的实力 已经不需要他这个小圣帮什么忙了 叶小子 战圣那老家伙什么意思啊 您知道提议无法通过 还要提 在侯元武离开之后 旁边的五毛鸡传音就没问到 一九文言传音道 一是为了震慑人虚宗的古圣 确立他们战圣宗在联盟的地位 二也是要告诉我们 他们战圣宗很强 我们补天教只要乖乖做战圣宗的小弟 就能在联盟混得好 这时 旁边的虚空雷神补充道 我觉得 在联盟内 除了战圣的势力最强外 其次便是天武宗的古圣 所以他这次的用意 也是想要敲打一下天武宗的古圣 确定他第一的位置 不错 一九点了点头 五毛鸡也不是白痴 之前没多想而已 现在被两人一提醒 马上就明白了 不由得安骂道 这老混蛋 竟然没安好心 完全拿我们当棋子来耍 也不能说没安好心 只能说人家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而已 一九淡淡说道 五毛鸡愤然道 总之被人当棋子很不爽 那你就努力修炼到古圣境界 到时候你就是联盟的一员了 一九笑道 五毛鸡顿时不吭声了 他一个靠神威碎片晋升的大圣 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成为古圣 几乎看不到未来了 不过 他不行 但是也新陈行 五毛鸡咬牙看着夜九说道 你小子赶紧快到古圣境界 到时候痛扁战胜一顿 看看他还敢不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那你得想办法把时间加速大圣加速一万倍啊 否则 以我现在的修炼速度 至少需要一万年才能成古圣 夜九探道 五毛鸡文言有些郁闷的说道 本大爷的修为有限 参目的时空天道到瓶颈了 短时间内难以突破 能够加速一千倍就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所以我准备这次回去之后 去找时光古圣请教一下 就是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帮忙了 夜九说道 五毛鸡担忧道 你不是说这老家伙是九皇子的师尊吗 他估计不会帮忙的 不好说 到时候找十七皇子问问看吧 如果可以就最好了 不行就算了 一万年而已 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 也不是很久 夜九说道 那这件事情你解决吧 本大爷先去和他们交流了 五毛鸡摆摆手 转身离去 居空雷神和小五也先一步离去了 再长几百个圣人 有互相切磋的 有互相论道的 有拿出自己珍藏的宝物互相交换的 场面非常热闹 要知道 想要把这么多圣人给聚集起来非常不容易 不知道多少年才有一次这样的聚会 众圣都非常珍惜 彼此交流 夜九对那些切磋的圣人不敢小觑 这些人实力太弱 每一个是他的对手 他感兴趣的是一些圣人拿出来交易的宝物 要知道 圣人出手的宝物自然不同反响 几乎都是一些市面上很难见到的稀有物品 夜九着实大开眼界了一番 他看到了不少好东西 就连他看着都眼馋 可惜 这些东西的价格也都很贵 要么用一件圣兵交换 要么用一件大圣兵交换 夜九自己都缺大圣兵 怎么换 要知道 夜星辰现在的分身多了 每个分身都需要一件圣兵 以后他们补天教还有圣人出现 自然不能把圣兵交易出去 所以 夜九即便看着眼馋 也只能咬牙离开了 直到有一件奇特的物品 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纸契约 契约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帮助契约的主人杀掉一个仇人 那么契约的主人就会把他的传家之宝送给他 夜九没想到这东西居然也被人拿出来卖 这就有意思了 第1583章三清圣地 夜九的目光从契约上移开 打亮着面前这位卖契约的圣人 对方显得很紧张 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圣 而且他所在的门派 也只有他一个小圣 算是中央神国内最弱的一个圣地 而夜九呢 他之前来得早 可是完全目睹了夜九击杀了 任虚宗一位大圣后期的强者 甚至面对任虚宗的十几个圣人 连手攻击都保持不败 就连面对任虚宗的古圣 夜九都保持针锋相对 一点都不落下风 这样的实力 在这位小圣眼中 那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 他自然很紧张 夜前辈 晚辈盖华辉见过前辈 此人叫做盖华辉 他连忙一脸恭敬地对夜九行礼 虽然说他的年纪不知道 比夜星辰大了多少年 但在混沌大陆 讲究的是打者为尊 实力强 你就是前辈 强者为尊 是这个世界铁一般的规则 不必多礼 都是圣人 叫我名字即可 夜九微微笑道 随即 夜九指了 指盖华辉面前的一纸契约 问道 你有什么仇人吗 需要用这种契约来找人替你报仇 而且 你又没说你的传家宝是什么 估计很难找到人帮你报仇 夜九觉得眼前这个圣人有些古怪 你都没说你的传家宝是什么 就想要人替你报仇 这怎么可能 最起码也要看看你的传家宝是否吸引人 是否具有这个价值才行 毕竟 你本身就是一个圣人 那么你的仇人也肯定是一个圣人 斩杀一个圣人 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没有足够的宝物 谁愿意 这个盖华辉倒好 都不告诉别人传家宝是什么 谁愿意接着活 夜九估计这家伙不是第一次找人了 显然都失败了 夜教主误会了 这并不是在下的契约 是在下一位朋友托在下替他卖的 盖华辉文言连忙对夜九说道 我这位朋友并没有成圣 因此他才托我卖这张契约的 我 夜九看着盖华辉一脸无语道 你朋友都不是圣人 他的传家宝有什么价值 至少 对于圣人来说 估计没办法打动他们 还有 你朋友的仇人是什么级别 连你也无法帮他报仇吗 夜教主 我这位朋友虽然没有成圣 但是他的祖上可不简单 盖华辉脸色严肃 正色道 我这位朋友所在的门派叫做三清宗 而三清宗在很久以前是叫做三清圣地 乃是一座非常强大的圣地 这一点夜教主可以在混沌网络上面查得到 三清圣地是最古老的圣地 可惜当年因为跟时王天公交好 跟他们一起对抗妖魔 所以门内圣人大多惨死在那一亿 以至于这座古老的圣地没落了 如今门内都已经没有圣人了 盖华辉继续说道 至于我这位朋友的仇人 乃是一位散修大圣 修为大概在大圣中期 最多不会超过大圣后期 但无论如何 那也是大圣 还是无拘无束的散修大圣 所以很多圣地都不愿意接下这份契约 三清圣地 夜九听着盖华辉的叙述 早已经登陆混沌网络 在其中搜寻三清宗和三清圣地 顿时 无数的信息就涌入夜九的脑海中 盖华辉说的没错 这个三清宗的确不简单 其祖上三清圣地强大的恐怖 三清宗在全圣时期 足足有三位古圣 而且还是三个非常古老的圣人 实力非常强大 夜九闻之一脸震惊 拥有一位古圣的圣地 那都已经是顶尖圣地了 拥有三位古圣的圣地 那该有多强 相当于三个战圣宗啊 夜九继续看下去 再度震惊了 因为三清圣地的这三位古圣 还拥有一套合击阵法 以至于他们三人联手 完全可以抗衡一位圣人王 一位圣人王啊 这完全是混沌大陆最强的战力 没有之一 这样强大的圣地 如今居然没落到没有圣人存在了 夜九心里一阵唏嘘 随即 夜九看向对面的盖华辉 一脸好奇问道 既然你朋友的来头这么大 他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 应该很有价值才对 怎么会没有人接下这份契约呢 三清圣地虽然没落了 但那毕竟是出国三位古圣的强大圣地 哪怕古圣随便留下来的一件宝物 都很吸引人 夜九想不通怎么会没人接下这份契约 夜教主 我那位朋友脾气倔强 他根本不告诉别人传家宝是什么 谁敢接啊 盖华辉苦笑道 万一不是什么有价值的宝物 那人家岂不是白忙活了 而且大圣级别的散修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击杀的 除非顶尖圣地出动多位大圣联手围攻才行 就算如此也有风险 一旦没有成功击杀 那就和这位散修大圣结仇了 对方是散修 无拘无束 即便打不过你 也能对付你的门下弟子 足够烦死你 所以才没有圣地接下这份契约 盖华辉叹道 他对那位朋友也很无奈 这么厉害的仇人 你不显露出你的传家宝 谁会帮你 估计有古圣贤的但藤才会随手帮你吧 你这位朋友真有个性 夜酒闻言摇头失笑 给人家画一张大饼 就想要让人家去替你杀一位大圣级别的散修 哪有这么容易 能够帮你的至少是大圣 大圣会这么傻吗 你要说显露出你的传家宝 如果是非常有价值的宝物 那或许就有顶尖圣地接下这份契约了 仅凭三清宗祖上的威名 还没有这个吸引力 毕竟 你那传家宝若是很有价值的话 怎么无法帮你们三清宗再度培养一个圣人 而且 你自己不显露传家宝 估计也是担心这件宝物无法打动大圣强者为你报仇 就这样 谁还愿意接下这份契约 估计都是笑笑就离开了 义九对面前的盖华辉笑道 让你的朋友不要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吧 没人会帮他的 说完 义九便准备离开 盖华辉联盟说道 义教主请留步 怎么 义九回头戏虐的看着盖华辉 吃笑道 想要忽悠我吗 觉得我年轻 好骗 晚辈其感 盖华辉联盟白手 他咬着牙 传音说道 叶教主 我虽然没见过我朋友的那件传家宝 但是我可以你向你保证 那件传家宝绝对物超所值 最重要的是 对于叶教主你来说 杀一个散修大圣并不难 你何不识一次 第1584章往事 还说不是忽悠我 义九一脸嘲讽的看着面前的盖华辉 吃笑道 你说你保证那件传家宝物超所值 我就相信吗 你自己都说你没见过那件传家宝 还怎么保证 盖华辉联盟说道 叶教主 我只是一个小圣 哪敢忽悠你 我就不怕你报复吗 真怕叶九不信 他继续说道 我虽然没见过那件传家宝 但我和我这位朋友认识很多年了 我曾经多次听到他非常推崇这件传家宝 我相信他不会欺骗我的 看得出来 盖华辉和那位朋友的关系很好 不然也不会这么帮助他跟叶九解释了 之前届时到叶九的强大实力 盖华辉非常清楚 眼前的这位年轻人 绝对有帮他朋友报仇的能力 如果错过了叶九 估计他朋友这辈子都别想报仇血恨了 我第一天认识你 仅凭你的保证 恐怕难以让我信服 叶九说吧 脸上露出一抹好奇之色 你那位朋友的仇人是谁 既然是大圣 应该不是极其无名之辈才对 盖华辉文言一脸愤恨的说道 那人叫做荣君浩是一个卑鄙无耻 作恶多端的圣人实在是圣人的耻辱 益九眉头一挑满脸戏虐的看着他道 看来你和此人也有仇 益教主误会了 我和他无冤无仇 我已只是讨厌他而已 盖华辉连忙摆手道 益九笑道 看起来不像啊 你似乎不只是讨厌那么简单 益兄他说的没错 荣君浩的确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圣人 是圣人的耻辱 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益九转头看去 发现是侯元五过来了 他之前和别的圣人去切磋了 现在暂时休息一下 毕竟和圣人切磋也要耗费力气 不可能长时间切磋 侯元五也是趁机来看看 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宝物 毕竟这些圣人出品都是精品 没想到遇到益九 所以就过来了 怎么 益兄 你对这份契约感兴趣 侯元五看了一眼盖华辉面前的契约 顿时了然 笑着说道 三清圣地已经没落了 而且当年三清圣地被诸多散修攻破 他们的宝物都被人抢光了 哪里还有什么传家宝 一九文言疑惑地看向盖华辉 盖华辉善善一笑 脸色通红地说道 叶教主 我真没骗你 我那朋友的确有传家宝 侯元五吃笑道 若非三清圣地的宝物被那些散修圣人给抢光了 这些年三清圣地也不会连一个圣人都无法诞生了 一旁的叶九好奇道 那些散修为什么要抢光三清圣地 三清圣地没有盟友吗 三清圣地的盟友很强啊 就是石王天宫 还有跟石王天宫交好的圣地 可惜他们全都死在那一战中了 侯元五摇头道 三清圣地 那么强大的圣地 一旦没有了圣人级别的战力坐镇 谁不眼红 那可是一块大肥肉 大宝藏啊 一九点了点头 三清圣地那么强盛 自然有很多宝物 非常吸引人 只听侯元五继续说道 对于那些散修圣人来说 这样的肥肉不吃 还留着干什么 当然 其实暗中也有其他圣地出手 毕竟谁都不愿意放过这块大肥肉 你们战圣宗也有份 盖华灰脸色阴沉说道 但是说完他就后悔了 因为战圣宗太强了 他没资格 也不敢得罪战圣宗 否则会连累他们门派的 可惜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不过侯元五并没有在意 他淡淡说道 这点我承认 虽然我当初还没有出事 不过我的确听闻了一些事情 只是 混沌大陆不就是如此吗 你强大的时候 人家怕你 你弱小的时候 那就会被吃干净 侯元五叹道 热肉强食 便是如此 三清圣地的家产那么大 没有实力 怎么守得住 我们战圣宗不去吃 别人也会去吃 至少在诸多势力之中 我们战圣宗并没有杀死 三清圣地的任何一个修炼者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戴华灰蓝脸苦涩 你抢劫了别人的的宝物 还说人之意尽 不过 侯元五说的对 混沌大陆便是如此 三清圣地风光的时候 其他圣地都得低声下气 一旦三清圣地落败 那些圣地就跟狼一样冲了上来 这事情落到战圣宗头上 也是一样 叶兄 你知道为什么三清圣地 那么痛恨荣君浩吗 侯元五看向叶九说道 那荣君浩西年只是一个小圣 也参与了那次行动 正因为在那次行动之中 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他这些年才成长到了大圣中期 说来也是一个枭雄 不过 此人非常没有底线 别的圣人在抢三清圣地的时候 至少还顾忌圣人面子 不会随便对三清圣地的修炼者出手 除非三清圣地的修炼者阻挡他 而这个荣君浩却非常心狠手辣 他不光抢了三清圣地的宝物 还杀了三清圣地大半修炼者 侯元五一连叹息道 三清圣地虽然没落了 但其实还有几个好苗子 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 未必不能成圣 可是都被荣君浩给杀了 而且这些年来 只要三清圣地有什么天才出现 都逃不过荣君浩的毒手 他也知道自己当年做得太狠了 所以不想让三清圣地崛起 一九文言一脸吃惊 这个荣君浩竟然这么狠 难怪那么遭三清圣地的人痛恨 只是 此人为何不一次性灭绝三清圣地 也就疑惑问道 侯元五笑着说道 那是因为三清圣地运气好 新年巅峰时期 他曾出过一位天之娇女 嫁给了中央神国的一位大人物 那位大人物念及旧情 所以在三清圣地出世之后 便及时将一些三清圣地的弟子给接走了 这才得以让三清圣地有了传承 那三清圣地的人 为什么不找那位大人物替他们报仇 也就问道 这时 旁边的盖华辉苦笑道 那位三清圣地的天之娇女 当年也跟着三清圣地的诸多圣人 死在了妖魔们手中 那位大人物为此也十分痛恨三清圣地 所以他虽然保全了三清圣地的传承 但也仅限于此了 否则的话 这些年 荣君号也不敢肆无忌惮 地杀死三清圣地的杰出传人了 第1585章圣人耻辱 从侯元武这里了解到三清圣地的情况之后 一九转头对盖华辉说道 告诉你那位朋友 如果他想我帮他斩杀荣君号 就必须的让我知道他传家宝是什么 否则恐怕没人会帮他 侯元武文言点了点头 赞同道 叶兄说得不错 最起码得知道那件传家宝的价值 不然谁愿意出手 不过 我觉得那件传家宝的价值不大 毕竟价值大的宝物 当年都被人给抢光了 怎么可能还剩下来 而且 对方恐怕也知道传家宝价值不大 不然怎么不敢显露出来 而是故弄玄虚 侯元武说的很有道理 一九看向盖华辉说道 连有看清楚传家宝的价值 是不会有人帮他的 盖华辉文言脸色有些为难 他沉思了片刻 随即对夜九说道 夜教主请稍等片刻 我问一下他 好 我暂时不走 你和他谈好了 随时可以来找我 夜九说完 便和侯元武继续到其他圣人那里逛去了 侯元武在夜九旁边说道 夜兄 看你的样子 是准备帮忙了 夜九淡淡说道 之前没准备多管闲事 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 那个叫荣君号的大圣 的确是圣人的耻辱 如果那件传家宝价值还可以 我就出手帮他们一次 是的 刚才他已经通过混沌网络查询了 关于荣君号的信息了 作为大圣级别的强者 或多或少都在混沌网络上面留下一些信息 而这个荣君号的信息就更多了 因为作为圣人中的耻辱 他太出名了 至于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圣人中的耻辱 倒不是因为他杀了三清圣地很多修炼者 而是因为他为了利益 简直不择手段 这个叫荣君号的大圣 并没有像其他圣人那样常年闭关苦修 而是弄出了各种势力 专门做一些能够获得巨大利益 但却令人唾弃的事情 比如说他名下有一个势力专门在混沌大陆掳掠人口 然后卖给其他势力 帮助他们开矿 还有 他弄出一个杀手组织 专门接刺杀的生意 他还抓捕一些长得好看的女性修炼者 逼迫他们做一些皮肉生意 基本上所有赚钱 不道德的事情 他都做了 换成别的圣人 怎么可能这么做 圣人都是很要脸的 他们就算偶尔做 也会私下 不会被人发现 而荣君号会做的光明正大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是圣人中的人渣一样 不过 这个荣君号也不是白痴 他所以做的事情 虽然惹得天幕人愿 但他却从来不去招惹那些有圣人存在的圣帝 所以 那些圣帝也不会耗费功夫 来对付他一个大圣 以至于荣君号到现在都在他的荣城逍遥自在 三亲圣帝遇到你 那真是好运气 希望他们的传家宝有点价值吧 口元武听到夜九的话语 不由得哈哈笑道 那可是一个大圣 还是散修 无拘无束 肆无忌惮 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 即便是顶尖圣帝 也不愿意去招惹 不过 想到夜九的实力 侯元武也就释然了 以夜九的实力 再加上五毛鸡三个大圣配合 两个荣君号也必死无疑 算他倒霉吧 夜九摇头一笑 他之所以要杀荣君号 是因为这个人渣专门派人守在混沌城 一旦有从混沌星空古路 进入混沌大陆的修炼者落单了 就会被他的手下给抓捕了 夜九也是想到了魔云大陆的补天教 如果以后有补天教的弟子 从混沌星空古路赶过来 被抓走了 那岂不是危险了 为此 夜九觉得有必要杀掉荣君号这个圣人耻辱 毕竟 对他来说 斩杀一个大圣 也只是随手而已 没什么压力 当然 前提是对方的传家宝价值不错 如果价值太低了 那夜九最多派人去荣城警告一下荣君号 让他的手下小心点 以后别抓到补天教的弟子就行了 夜九可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 混沌大陆的坏人太多了 他总不能一个个都去管吧 正和侯远武逛着 不远处的盖华灰便匆匆跑来了 他急忙对夜九说道 夜教主 我那位朋友说可以让你看一下他的传家宝 但地点的在帝都 一旁的侯远武笑着说道 那人我听说过 叫做于新华 当年三清圣地的三位古圣之中 就有一个是姓于的 他们于家 的确算得上是三清圣地的嫡系了 对了 当年嫁给中央神国大人物的那位天之娇女 也是出自于家 正因为如此 只要在帝都 就没人感动于家的人 夜九文言顿时明白对方是担心自己 毕竟圣人之中也有荣君浩那样的耻辱 万一抢了你的传家宝 还会帮你报仇吗 讲吧 夜九淡淡笑道 刚好 我也要去一趟帝都 到时候就去见他 你让他先加我的混沌网络 盖华辉点了点头 随即把于新华的混沌网络号码给了夜九 连一会儿 夜九就收到于新华的好友申请了 他马上就同意了 做完这一切 夜九便和侯元武离开了 老友 我只能帮你到此了 希望你能够成功报仇吧 盖华辉看着夜九的背影 暗暗想到 盟会持续了十年的时间 各大圣地的圣人才依次离去 夜九挥别侯元武之后 也和吴毛基三人离开了 通过传颂阵 他们再次来到了临渊城 十年的时间 染红早已经把临渊城和天空之城的传颂阵建立了 所以 夜九他们直接乘坐传颂阵就抵达了天空之城 回到天空之城后 夜九便进入时间加速大阵 将此行的经历传给夜星辰本尊 大阵中 夜星辰闭着双眸 吸收着从夜九那里传来的信息 半晌才缓缓睁开眼睛 审声道 任虚宗的古圣不得不防 你的意思 他真要对我们补天教动手 一旁 无毛基神色一领 驱空雷神咒眉道 不是有战胜开口了吗 战胜这次展示了实力 任虚宗的古圣还敢对我们动手 不能靠别人 夜星辰摇头道 在混沌大陆 不能依靠别人 因为随时会出现意外 我们只能依靠自己 这次面对任虚宗古圣 我们得自己想办法 讲什么办法 那可是一尊古圣 你小子现在抵挡得了吗 无毛基摇头道 驱空雷神也叹道 而且他还不是古圣中的弱者 他是十王天宫时代的古圣 实力肯定极强 第1586章准备搬家 时间加速大阵中 夜星辰等人商议着如何应对任虚宗的古圣 这位可以说是他们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 一尊古圣 而且还不是天煞孤星那样的初期古圣 是一位古老的 深不可测的古圣 面对这样的超级强者 即便是夜星辰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知道一个不好 他们补天教就被灭掉了 夜大哥 你不是跟十七皇子交好吗 不如去求助十七皇子 请他帮忙周旋 小五开口在旁边说道 为等夜星辰回话 无毛基便摇头吃笑道 连战胜都别指望了 更何况是十七皇子 或许等他成为中央神国神皇的时候 才能帮助我们 夜星辰点了点头 说道 姬哥说的不错 现在的十七皇子还无法对抗古圣 他们中央神国的古圣也不可能听他的命令 古圣 这已经是站在混沌大陆巅峰的强者 这样的强者 是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的 哪怕中央神国的神皇请古圣办事 那都得付出好处才行 至于十七皇子 古圣估计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境界差距太大 哪怕是中央神国的储君都没用 除非等十七皇子晋升到古圣的时候 才有资格跟这些古圣打交道 阵法呢 你不是说我们天空之城的护城大阵可以抵挡住古圣的攻击吗 屈空雷神看向叶星辰说道 叶星辰文言和无毛基对视一眼 两人皆是面露苦笑 无毛基看着虚空雷神叹道 这些年本大爷虽然改进了阵法 但说要对抗古圣 那还是有些勉强 而且 古圣出手可不是一次 我们的护城大阵即便可以抵挡一次两次 但是三次四次呢 叶星辰也说道 更何况 我们也只有把握挡住初七的古圣 像仁虚宗古圣这样的老牌古圣 那就不知道了 不错 我们到现在为止 其实也只见过天煞公星这位古圣出手 仅仅初七的古圣 他的实力都很强 仁虚宗的古圣就更加不用说了 无毛基说道 屈空雷神陈寅道 那天圣文的七圣绝杀阵呢 当初天圣文的三位大圣联合四位散修大圣 都能勉强抗住天煞公星的攻击 若是 以你和你分身的实力 布置出七圣绝杀阵 应该可以抗衡仁虚宗的古圣吧 叶星辰摇头道 七圣绝杀阵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当初是因为我们实力弱 所以看不出来 你们没有发现吗 当初天煞公星并没有权力出手 他是不想受点伤 不然随便付出一丝渺小的代价 就能轻松击杀那七位古圣 而像任虚宗的古圣这样的老牌古圣 他如果燃烧天道之力呢 恐怕实力翻倍 根本不是七圣绝杀阵可以抗衡的 叶星辰摸着下巴 眼中露出思索之色 审声道 或许 等我的分身都达到大圣巅峰的时候 再布置七圣绝杀阵 就能抗衡任虚宗的古圣了 归根结底 还是任虚宗的古圣太强了 若是天煞公星那样的初期古圣 他还有点把握 但任虚宗的古圣 他在石王天宫的时代就已经是古圣了 这么多年过去 谁知道他的实力达到了哪一步 叶大哥 不如我们搬进圣蛆吧 你和你的分身都是肉身成圣 在圣虚里面你就是无敌的 突然 小五插嘴说道 静 夜星辰等人都安静下来 转头看向小五 小五有些迷惑道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对 太对了 还是小五聪明 本大爷差点把圣虚这地方给忘记了 五毛鸡哈哈笑道 居空雷神也笑道 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在圣虚里面 就算多来几个古圣 你和你的分身都能够应对 夜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又叹道 只是这么一来 我们总不能一直躲在圣虚里面吧 我们还可以 但是那些弟子呢 他们总不能不出去历练吧 大不了等一万年就是了 一万年后 你小子就成古圣了 到时候足以横扫所有古圣 那就可以出去了 五毛鸡姿牙说道 居空雷神也提议道 至于那些弟子们 你的分身不是在寻找妖魔朝旋吗 到时候带上他们一起去斩杀妖魔 也能够起到历练的作用 就这样决定吧 咱们先在圣虚里面 折服一万年 等一万年后 再跟人虚综算账 五毛鸡说道 夜星辰点点头 眼中浮现一丝坚定之色 果断地说道 那就去圣虚 鸡哥你们先去召集弟子 到时候都进入我的圣界 我带你们去圣虚 用得着那么麻烦吗 我和虚空 小五他们把人带到圣虚就行了 你最多派一个分身保护我们便可 五毛鸡说道 夜星辰摇了摇头 审声道 我估计人虚宗现在就有圣人隐藏在天空之城外 你们一旦外出 恐怕就会被人虚宗的古圣击杀 五毛鸡和虚空雷神神色一名 若真是如此 他们还真逃不掉 能够在古圣强者手下逃生的 在场恐怕也只有夜星辰能够做得到了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不过时间紧急 恐怕来不及召集所有的弟子 五毛鸡说道 夜星辰沉吟道 尽量召集精英弟子 剩下的打伞 让他们离开天空之城 自行去圣虚 当然 他们若是不愿意去圣虚 也可以选择留在中央神国 我想人虚宗在没有灭掉我们之前 是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的 不错 那些弟子的实力不怎么样 对人虚宗没什么威胁 再加上有战胜宗在 他们只要低调点 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虚空雷神点了点头 那就出发吧 马德 真憋屈 等一万年后 我们打到人虚宗去 让他们嚣张 五毛鸡咒骂了一声 转身离去 虚空雷神何小五也憋着一股气 毕竟 他们补天教好不容易在天空之城打开局面 如今却是被逼着前往圣虚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实在是憋屈 夜星辰也眯着眼睛 眸子里寒光闪烁 他在天空之城经营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给补天教安了个家 这就要被逼着离开 憋屈 狼狈 不甘心 人虚踪 我们终有清算之日 夜星辰冷冷说道 第1587章天煞孤星 等到五毛鸡他们离开之后 夜星辰招来在天空之城的六个分身 分别是夜四夜五夜六夜七夜八夜九 其中夜四夜五夜六是大圣境界 夜七夜八和夜九则是小圣巅峰境界 看着面前的六个分身 夜星辰审声道 夜九去帝都见时光古圣 顺便看看于新华的传家宝是什么 夜四夜五夜六去荣城 不管于新华的传家宝如何 你们都要杀了荣君号 几句分身点了点头 都没有说话 其实他们和夜星辰本尊灵魂相通 夜星辰在想什么 他们自然也清楚 他们终究只是一个人的思想 至于夜星辰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荣君号 很简单 是为了发泄 本来 若是于新华的传家宝不怎么样 那么夜星辰最多警告一下荣君号 但是现在 被人虚宗给逼急了 夜星辰也要发泄一下 既然老子倒霉 那你这个人渣也去死吧 反正杀死荣君号 夜星辰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他估计会有不少人叫好呢 顺便提升一下补天教的正面形象 前辈 等到几句分身离开之后 夜星辰打开混沌网络 发出一条信息 前不久 他终于收到了天煞孤星的信息 对方终于摆脱了雪衣神教五位古圣的追杀 不得不说 古圣的实力就是不一样 几乎很难被杀死 要不然 雪衣神教也不会暂时把夜星辰给忘记 而是专心来对付天煞孤星 实在是天煞孤星这个古圣对雪衣神教的威胁太大了 而夜星辰 暂时还威胁不到雪衣神教 饺子 看来你有麻烦了 天煞孤星的投影随即在夜星辰的面前显露出来 一身灰袍的天煞孤星 风采依旧 他看着面前的夜星辰 感叹道 你小子的进步真快 都已经达到了小圣巅峰境界 连杀死大圣后期都很容易了 也难怪会引得雪衣神教准备对你动手了 嗯 雪衣神教 夜星辰文言一脸恶然道 雪衣神教准备对我动手了 该死 他们怎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夜星辰顿时头疼 一个人虚松就足够他麻烦了 更别说更加强大的雪衣神教了 呵呵 若非是雪衣神教动手 你以为人虚松为什么突然跟你敌对 你真以为人虚松的那个大圣后期是白痴 故意找你麻烦 天煞姑星猛笑道 夜星辰身体一阵 满脸吃惊的看向天煞姑星 问道 前辈的意思 是说人虚松之所以对付我 是因为雪衣神教 他们跟雪衣神教勾结了 反正我发现到人虚松的古圣前往了雪衣神教 等他从雪衣神教出来后 我就听到你和人虚松敌对的消息 要说他们没有勾结 怎么可能这么巧合 天煞姑星说吧 看向夜星辰道 你把圣地联盟盟会发生的事情跟我说说 夜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将盟会的事情一一到来 天煞姑星听完之后 不由得摇头道 你小子太冲动了 那句非白既然能够修炼到大圣境界 就不可能是一个冲动的白痴 我估计 他是接到仁虚松古圣的命令 才故意刺激你 仁虚松的古圣这么做 显然是故意要跟你们补天教结仇 使得他找到对你出手的理由 而这 必然是他跟雪衣神教的约定 他肯定是从雪衣神教那里得到了什么宝物 雪衣神教也知道在中央神国无法对你出手 所以他们只能在中央神国内找人对你出手 天煞姑星看着震惊之中的叶星辰 继续说道 其实在很久之前 我就听说了仁虚松跟雪衣神教的关系不错 当年他们针对石王天宫的时候 仁虚松没少给雪衣神教传递消息 叶星辰听完一脸愤恨地骂道 原来是一个二五载 利益而已 天煞姑星淡淡说道 到了仁虚松鼓圣那个层次 进步越来越慢了 只要雪衣神教能够付出让他心动的宝物 死一个大圣后期 他根本不在乎 叶星辰此刻 顿时想到了当初既非白在死前的眼神 他显然是没想到仁虚松的鼓圣会抛弃他 有些死不瞑目 因此在愿毒地看向仁虚松鼓圣 真狠啊 叶星辰深吸一口气 脸色沉重起来 仁虚松鼓圣既然付出一个大圣都要跟他结仇 显然是打定主意 一定他将他杀死了 所以 他即将面对一个权力以赴的老牌鼓圣 不知道前辈能否帮我一次 默然 叶星辰抬起头 看向面前的天煞姑星 至到如今 他也只能求天煞姑星帮忙了 毕竟 他也只认识天煞姑星一个鼓圣 而且他们都和血衣神叫为敌 正所谓仇人的仇人 那便是朋友 呵呵 我现在可是被五个鼓圣在追杀 我要去天空之城帮你 身后可是跟着五个鼓圣 到时候不知道是帮你 还是害了你 天煞姑星笑着说道 夜星辰皱眉道 前辈没办法摆脱他们吗 你不是已经安全了吗 安全 天煞姑星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的说道 被五个鼓圣追杀 还能说安全吗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暂时没被他们发现而已 但是他们已经封锁了我所在的地方 我现在是出不去 夜星辰顿时明白了 天煞姑星现在就像似被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虽然暂时没被血衣神叫的五个鼓圣发现 但是也坚持不了多久 而且如果不摆脱血衣神叫的五个鼓圣 他怎么来天空之城 夜星辰沉吟道 前辈你知道那五个鼓圣的心境在什么层次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天煞姑星疑惑的看着夜星辰 夜星辰沉声道 我的幻境你应该听说了 心境达到第六层次巅峰的修炼者 要被我的幻境削弱三成站立 如果心境只是第六层次后期的修炼者 那就要被我的幻境给削弱五成站立 当真 天煞姑星瞪大眼睛 震惊的看着夜星辰 夜星辰一脸自信的说道 这点我可以保证 那就没问题了 你小子来这个地点 我们联手 足以摆脱那五个鼓圣了 天煞姑星当即发了一个地址给夜星辰 夜星辰目光一扫 就知道天煞姑星在哪里了 第1588章开战 天空之城外 一处虚空之中 一名仁虚宗的大圣 正遥遥看着天空之城的方向 忽然 仁虚宗的古圣踏空而来 出现在他身边 凝视着不远处的天空之城 老祖 仁虚宗的大圣连忙恭敬行礼 仁虚宗的古圣一边看着远处的天空之城 一边淡淡问道 有圣人离开吗 没有 从夜星辰他们回来之后 就没有圣人离开天空之城 仁虚宗的大圣连忙说道 仁虚宗的古圣冷笑一声 说道 那就发布宣告吧 这是我们仁虚宗根捕天教的私人恩怨 警告其他人不要插手 否则便是与我们仁虚宗为敌 是 仁虚宗的大圣恭敬地点了点头 不久后 混沌网络上面就有人虚宗的公告了 一瞬间 整个中央神国哗然一片 顶尖圣地仁虚宗要攻打补天教了 这可是大事情 要知道 这些年 随着夜星辰的阳明 补天教也是如日中天 而仁虚宗 就更加不用说了 这是老牌的顶尖圣地 谁不知道 现在 这两个庞然大物要发起战争了 顿时引得整个中央神国的修炼者关注 就连其他神国 也有不少修炼者将目光投了过来 天空之城 夜星辰早已经从时间加速大圣里面出来了 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仁虚宗的公告 看着急匆匆飞来小五 夜星辰沉声问道 人都召集好了吗 都已经召集好了 那些不去圣虚的弟子也安排他们通过传送阵离开了 小五说吧 微微苦笑道 目前重要的弟子 只有潇洒那家伙 和在外面历练的百里飞仙没有回来 飞仙没回来 夜星辰皱起眉头 这是他唯一的弟子 当然得带到圣虚去 这样才保险 至于潇洒那家伙 夜星辰已经发了信息过去 那家伙躲在外面挖坟 不需要担心他 给他发了信息 没有回 小五说道 夜星辰当即也发了信息 可是百里飞仙并没有回应 这说明 百里飞仙要么有事情耽搁了 要么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隔绝了混沌网络 夜星辰对此并不意外 混沌大陆有很多地方都是隔绝混沌网络的 算了 我们先走吧 半晌 夜星辰摆手道 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到时候飞仙自然知道我们在圣虚 嗯 脚五点了点头 两人随即前往补天教 巨大的广场上 早已经是黑压压一大片 补天教的圣人 补天教的长老们 补天教的弟子 差不多七成都在这里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紧张和担忧之色 因为他们也通过混沌网络 知道任虚宗马上就要攻打他们补天教了 任虚宗可是顶尖圣地 门内还有一尊古圣坐镇 他们补天教斗得过吗 在场的补天教弟子 估计都不相信补天教能够斗得过任虚宗 不过 尽管他们心里面非常担心 但却并没有慌乱 而是整整齐齐的站在那里 夜星辰过来时 看到补天教的弟子们 不由得点了点头 对无毛鸡他们说道 不错 我还以为会有人惶恐绝望 没想到他们只是担忧而已 看来你们的教育不错 哈哈 有你布置的心灵阵法 那些心性弱的人都没法进入我们补天教 而能够拜入我们补天教的弟子 都是心性意志坚定之辈 屈空为神笑着说道 无毛鸡也自豪道 弟子再进步再多 我们补天教一直坚持这条策略 所以我们的弟子平均质量 都比其他圣地要强得多 夜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走上高台 广场上 一众补天教的弟子和长老们 全都看向了夜星辰 夜星辰虽然常年闭关 但是作为补天教的教主 作为混沌大陆的超级天才 补天教的弟子和长老们自然都认识他 不知道为什么 众弟子和长老们 当看到夜星辰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的心顿石镇定了下来 诸位 夜星辰站在高台上 目光扫视着下面的众弟子和长老们 他看到了其中的补天君主 对其点了点头 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 人须松要攻打我们补天教 夜星辰看着众人 语气平淡地说道 古圣 我暂时不是对手 所以我们得离开 去圣虚 圣虚你们都清楚 在那里 我是肉身成圣 古圣进去也未必是我的对手 我夜星辰向你们保证 最多一万年 一万年后 我带你们去灭掉人须松 夜星辰的语气很淡定 仿佛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 这种淡定的语气 也令得补天教的众弟子和长老们心安定下来 他们觉得教主都不在意 那就没什么危险 一万年而已 他们等得起 而且 他们也都知道夜星辰说的没错 圣虚那地方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在圣虚 走肉身成圣的夜星辰 自然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那里 他们补天教不拒人须松 小子 你的发言真是一点气势都没有 还不如本大爷去说 当夜星辰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无毛鸡撇嘴道 夜星辰翻了翻白眼道 又打不过人须松的古圣 现在说的气势 到时候被贬的丢脸 岂不是打击弟子们低势气 唯有理会无毛鸡的作怪 夜星辰接下来打开自己的圣界 将一众补天教的弟子和长老们全都收了进去 你们也进去吧 夜星辰对无毛鸡 虚空雷神 小五三人说道 无毛鸡白首道 等等吧 让我们见识一下古圣的实力 等到阵法要破碎的时候 我们再进去也不迟 好吧 夜星辰点了点头 借助天空之城的护城大阵 他觉得自己还是能够抵挡住人须松古圣的一两招的 就在此时 一股庞大的气息 从天空之城外传来 夜星辰 你杀我徒孙 今日灭你补天教 人须松古圣冰冷的声音 在天空之城上空浩荡着 顿时 庞大的天空之城 都是一阵摇晃 劝力的护城大阵 释放出璀璨的光幕 保护着天空之城 夜星辰四人站在天空之城上空 冷冷地注视着不远处踏空而来的 任须松古圣 第1589章立役 任须松的古圣来了 不过 也就他一个人来了 夜星辰并没有看到任须松的其他圣人 简然 这位任须松的古圣很有自信 觉得他一个人 就能灭掉补天教 事实上 古圣的确有这样的实力 说得好听 还不是贪图血衣神教的宝物 把自己的徒孙都给放弃了 五毛鸡对着不远处的任须松古圣骂道 老家伙 还说来报仇 你脸皮真厚 这是你们临死之前的遗言吗 任须松的古圣看着他们 淡淡说道 他没有生气 因为在他眼里 面前的这些人 都只是将死之人而已 可一个死人生什么气 讲要杀我 你还真是自信 叶星辰冷冷的看着不远处的任须松古圣 还声道 今日杀不了我 以后我必定灭你们任须松 放心 你没有以后了 任须松的古圣淡淡说道 叶星辰的天赋是很高 但是对他来说 只要是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那都是弱者 叶星辰冷冷看了一眼任须松古圣 随即对旁边的无毛鸡说道 战胜松那边怎么说 他已经通知战胜松这个盟友了 他们知道是别指望战胜了 叶星辰看着不远处的任须松古圣 冷冷说道 恐怕不是你请的 而是雪衣神教请的 有区别吗 任须松的古圣淡淡说道 是的 没区别 无论是雪衣神教和任须松古圣都要灭补天教 那就站吧 叶星辰吸了口气 眼神锐利的盯着任须松古圣冷声道 就让我见识一下古圣的战力 说吧 一片灿烂的光芒从天空之城上空爆发 朝着不远处的人须松古圣轰击过去 驱空 在这一瞬间全部破碎 天地 在这一刻站立 天空之城的护城大阵 在这一刻被夜星辰全部激活 从而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力 不远处 人须松古圣面色淡然 眼中露出嘲讽之色 这就是你的底气吗 空 无尽的光芒席卷而来 令得天空之城上空一片璀璨光芒 恐怖的力量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 整片天地都在颤抖 混乱之地 混乱大圣背负着双手 站在高空中 一脸幸灾乐祸的看着天空之城的方向 小子 我看你嚣张 终于惹得了老家伙了吧 有人虚踪的古圣出手 这小子是死定了 混乱大圣感到无比解气 一脸的舒爽 当初他闭关 被无毛鸡他们打扰 后来又被叶星辰打上门 更是逼得他交出九转和一绝 让他感到无比的屈辱 所以 看到仁虚宗古圣打上天空之城 混乱大圣显得很开心 这是在替他报仇啊 战圣宗 一位老者踏空而来 朝着战圣走去 老家伙 没想到仁虚那家伙 居然把你给紧动了 战圣脸色阴沉地盯着面前 这个老者 老者看着战圣 微微笑道 战圣 好久不见 你给我一个面子 我们对异一局如何 仁虚那家伙能够请动你 你觉得我战圣就请不了古圣了吗 战圣冷冷地看着面前的老者 老者摇头道 没这个必要 一个走上终极之道的小家伙而已 值得你耗费巨大人情吗 再说 你应该已经看清楚了 这不是仁虚宗在对付他 而是雪衣神教 你确定要站在雪衣神教的队里面 补天教已经加入了我们圣地联盟 战圣冷冷说道 老者吃笑道 圣地联盟不过是你们顶尖圣地弄出来对抗四大神教和五大神国的 至于其他的圣地 你们在乎吗 当初的孤星圣地被迫 也没见你们圣地联盟出手啊 仁虚这么做 让我们联盟失了大意 战圣审声道 老者但笑道 那简单 将仁虚的议员身份剥夺就可以了 再说 你战圣又不是没去救人 只是被我给拖住了而已 战圣眯着眼睛 剥夺了仁虚宗古圣的议员身份 那他几乎就要彻底掌控中央神国的圣地联盟了 这对他来说 的确是一个好交易 只是 要抛弃补天教了 战圣沉吟了片刻 就做出了决定 跟掌控圣地联盟比起来 区区一个补天教便不算什么 老祖 不远处 侯元武急匆匆赶过来 满脸焦急 战圣看了他一眼 沉生说道 你也看到了 仁虚宗找了一位古圣来了 我离不开身 侯元武语气一致 他很想说 仁虚宗可以找来古圣 你不能找吗 你在圣地联盟不算还有两个盟友吗 只是 战圣明显不想再听他说话了 挥了挥手 便将侯元武送离 记住 你是战圣宗的宗主 你不能感情用事 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为战圣宗考虑 战圣宗的利益便是你的一切 战圣冰冷的话语在侯元武耳中响起 侯元武惨然一笑 拿出身上的宗主令牌 深吸一口气 审声道 老祖 我愿意让出宗主之位 以个人身份去帮助补天教 这是我欠也凶的 愚蠢 战圣怒喝一声 一巴掌拍下 直接就把侯元武给镇压在了地底 令得他无法脱困 东方神国某帝 夜七的身影显露出来 他打开混沌网络 给天煞孤星传讯 前辈 我已经达到你指点的地点了 尽快速过来与我会合 这次夜星辰派了夜七过来帮助天煞孤星 反正又不需要他动手 他只要负责释放虚幻世界便可 夜星辰的九大分身和他本尊一样 都是心境第六层次巅峰 所以他们释放的虚幻世界的威力也是一样 自然 无论来那一个分身都可以 小子 我知道了 你稍等片刻 我马上过来 不过 你藏好 估计至少会有两个老家伙跟过来 天煞孤星传讯道 夜七心中一领 他自然知道天煞孤星说的那两个老家伙 便是雪衣神教的两个古圣 他立刻收敛了自己的气息 躲藏起来 第1590章摆脱 说是躲起来 其实也只能勉强掩盖一下自己的气息 预期非常清楚 他是无法逃过古圣的探查 不过 只要不太明显 古圣也不会立刻发现他 或者 古圣就算发现他了 也不会当回事 毕竟 他显露出来的气息只是小圣级别 那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肯定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那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肯定都把注意力放在天煞孤星身上 夜七隐藏在虚空之中 遥遥看着前方 通过混沌网络中天煞孤星发给他的位置 他能够判断出天煞孤星距离他越来越近 过了片刻 夜七就感受到三股浩大无匹的气息 从前方的天际浩荡而来 那三股气息 全都是古圣级别 前面的气息 夜七认出来了 是天煞孤星 后面的两股气息 比天煞孤星的还要强大许多 显然是来自雪衣神教的两个古圣 天煞孤星 你是逃不掉的 束手就擒吧 天煞孤星 你好不容易晋升到了古圣境界 不躲起来也就算了 还敢找我们雪衣神教报仇 简直自询死路 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对天煞孤星紧追不舍 天煞孤星回头怒骂道 你们雪衣神教灭了我们孤星圣地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你们雪衣神教就别想好过 即便杀不死你们 我也要杀掉你们雪衣神教的大圣小圣 让你们雪衣神教的弟子不敢外出 放肆 你这是在找死 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暴怒至极 他们想起了这些日子被天煞孤星的大圣小圣 心中无比愤怒 那都是他们优秀的徒子徒孙 损失太大了 哈哈哈哈 恼羞成怒了吗 可惜你们奈何不了我 天煞孤星肆无忌惮地大笑道 非常的痛快 他这辈子已经没什么目标了 他现在活着的唯一目的 便是报仇 杀掉当初灭亡他们孤星圣地的所有敌人 即便他知道自己无法灭掉雪衣神教 也要尽量击杀雪衣神教的圣人 彻底打疼他们 让他们也感到心疼 天煞孤星朝着远处击舍而去 一边在混沌网络发信息道 小子 你在哪里 前辈 我马上就发动幻境了 你准备好 夜七传讯道 天煞孤星收到夜星辰的信息 不由得转头看向后方紧追不舍的那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顿时一脸冷笑道 先不跟你们雪衣神教完了 等过段时间 我再来杀你们雪衣神教的圣人 讲走 其中一名雪衣神教的古圣大喝道 你走得了吗 只要我们二人拦住你一会儿 另外三位古圣便能够马上过来 另外一名雪衣神教的古圣冷笑道 两人很快就追上了天煞孤星 当然 也有天煞孤星故意减慢速度的原因 因为 天煞孤星已经感受到夜七的存在了 空患宝典 夜七低喝 假一刻 一座巨大的虚幻世界降临 将雪衣神教的两位古圣 包括天煞孤星都笼罩在里面 不过 夜七操控着虚幻世界 并没有攻击天煞孤星 只是针对雪衣神教的那两个古圣 嗯 是幻境 雪衣神教的两个古圣脸色微变 不过也没当回事 因为在他们看来 以他们的心境 这时间难有幻境能够对他们造成威胁 但是很快 他们的脸色就变得无比精彩 怎么可能 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震惊吼道 因为他们感受到这座虚幻世界的可怕威力 七星落日 天煞孤星却是早有准备 趁着雪衣神教的两个古圣陷入虚幻世界的时候 立刻发动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攻击 他此前故意减慢速度 便是在准备这个招式 此时 雪衣神教的两个古圣 正被虚幻世界笼罩 陷入一瞬间的失神之中 即便是这一瞬间的时间 也被天煞孤星给把握住了 他果决的发动了攻击 轰隆隆 七颗巨大无比的星辰 从宇宙星空深处 被天煞孤星召唤过来 狠狠地轰向面前的两位雪衣神教的古圣 顿时 这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直接就被活埋了 扑 扑 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遭受到天煞孤星这强大的一击 顿时被打得吐血而飞 好 天煞孤星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得大叫一声好 他和雪衣神教的五个古圣 斗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他落在下风 被打得狼狈逃窜 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风光过 简直不要太爽了 再来 天煞孤星士气大增 继续杀向雪衣神教的两个古圣 空 三位古圣顿时在高空中激战起来 夜漆在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津津有味的看着 可以看得出来 在他虚幻世界的帮助下 这两个古圣即便联手 也压制不住天煞孤星 反而渐渐被天煞孤星给占据上风 我竟然被削弱了五成实力 我也被削弱了五成实力 这个幻境太恐怖了 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越打越心惊 他们知道不是天煞孤星的实力变强了 而是他们的实力被虚幻世界给削弱了一半 实力大减 哈哈哈哈 爽啊 真是痛快 天煞孤星越打越兴奋 高兴的哇哇大叫 夜漆不由得摇摇头 看来这些年 天煞孤星被雪衣神教的五个古圣给压着打 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 只是留给他本尊的时间不多 夜漆连盲传音给天煞孤星 前辈 我是本尊的分身 本尊还在那边对抗人须踪的古圣 请你速速前往天空之城 什么 分身 天煞孤星吓了一跳 他还以为夜星辰本尊来了 没想到竟然只是一具分身 可是 那小子一具分身竟然就能把对面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给削弱了五成战力 这也太恐怖了吧 而且 圣人级别的分身 夜星辰那小子是怎么凝聚出来的 他堂堂古圣 都无法凝聚出这般强大的分身 前辈 快走吧 夜漆继续催促道 天煞孤星这才反应过来 一把阵退对面的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 立刻出现在夜漆的躲藏之地 抓起他就跑 肩部跟你们完了 让你们雪衣神教的圣人洗干净脖子等着 我会一个个杀死他们 天煞孤星大笑一声 消失在天际 在虚幻世界的笼罩之下 他的速度没有被削弱 而那两个雪衣神教古圣的速度 却是被削弱了 根本追不上天煞孤星 可恶 两个雪衣神教的古圣望着远去的天煞孤星 怒吼连连 所以我们ще结果 切出形孤星 怎么按照 但是不要乱 我放了 宝 估干